有人问我 老公好着我不离婚该怎么办 什么都别干 别找哈老 也别和他吵 更不要和他去理论 千万呢 也别一天几个电话 一堆微信的跟他讲道理 说什么 咱俩都这样了 那就赶紧离吧 你拖着我干什么呢 你都对我这样了 你还是不是人之类的话 相信我 他不会看的 他如果打定主意要托你 你问了怎么骂他 还是和他讲什么样的道理 他都不会看的 反正他会很得意 因为你着急了 恰好进入了他的圈套 那他的目的很快就会达成了 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让你妥协 他要你有两种妥协 第一种就是离婚 让你放弃一些精神出户 第二种不离 那你就彻底听话 他说什么 是什么 干什么 你都不能管了 那哪种妥协是你想要的 反正他是不着急的 他从决定开始拖着你那一刻 就是做好了 要持久的准备的 反正被拖的是你 而你越着急 离他达成目的就越近 所以这个时候你再烦再生气都不能上套 你这个时候最应该做的就是该上班上班 该吃饭吃饭 如果实在烦得慌了 找朋友聊聊 或者来找我聊一聊 把情绪在他看不见的地方先发泄出去 面对他的时候你一定得是平静而且淡定的 这样他反而会慌了 因为他再想托你 你是有一个心理预期的 或者有一个行为预期的 而且只要你能婚姻还在存续期间 他只要犯错 就是过错方 法律就会保护你 这点你可能不清楚 他可是明白得很 而且以他对你的了解 他会觉得你应该坚持不了多久 但现在看你没反应 他反而没谱了 他反而会开始着急 他就会来找你谈 所以亲爱的你稳住了 越稳 你越有主动权 体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